WiFi 6还没玩明白的 WiFi 7就要来了 看着密密麻麻的参数提升 不少小伙伴可能被绕晕了 今天插笔巾就给大家翻译翻译 这WiFi 7带来了多少惊喜 说起WiFi 6到WiFi 7的提升 所当其冲的就是理论速度起飞 那它到底有多快呢 咱们做个简单的数学题 已知WiFi 6理论速度9.6Gbps WiFi 7相比WiFi 6 支持的QAM从1024提升至了4096 提升传输速度约20% WiFi 7支持的6GHz频段 最大频宽从WiFi 6的160MHz 提升到320MHz 传输速度翻倍 WiFi 7最多支持16根天线发送 接收信号 相比WiFi 6的8根再翻了一倍 长套计算下来 WiFi 7的理论速度能跑到46Gbps 再具体点就是13Gbps的原神 2.26秒就能下载完成 但这只是理论速度 就好比小水管装了跟大水龙头 虚张声势罢了 理论速度让大家听听就好 不必当真 说完没用的理论速度 今天还来讲点真正实用的提升 众所周知 目前的WiFi网络有两个工作频段 2.4GHz和5GHz 他们就以自家的WiFi为例 打开WiFi信道图一看 2.4GHz上面的频段 被占得满满当当 即使不懂信道图的你 也能感受得到前脚挨后脚的拥堵 而切换到5GHz的频段上 看起来就清爽得多了 两个频段互有优劣 2.4GHz频段的反射 绕射 折射 慢反射适应好 能绕过墙 从门缝给你传信号 也就是说 2.4GHz的穿墙性能更好 但是因为频段资源拥挤 网速较慢 而5GHz频段的穿墙性能一般 好在频段资源丰富干净 上网速度就很快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在2.4GHz和5GHz之间切换 在信号和网速之间做取舍 不过WiFi6的切换 却不大聪明 举个例子 当你走进卧室 WiFi5GHz的信号越来越弱 但设备会自动切换到2.4GHz频段上 但在走回客厅后 设备却不会主动从2.4GHz切换回5GHz频段上 而WiFi7则不同 它不仅能让设备同时支持2.4 5 6GHz频段 还有一个更好的调度模式 它能根据你所处的位置 把信号摇摆到合适的频段上来 一下子解决了WiFi6的难题 除此之外 WiFi7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优化了对多AP的知识 AP可以简单理解为分布式路由器 假如差明均有一个88听500频的大房子 一个路由器肯定做不到全屋覆盖 此时就需要在各个房间建立AP1AP2至AP10的网络节点 保证每个房间都有WiFi信号 在WiFi7一望的标准里 每个AP之间不能写作 各自伪战 一个手机也只能同时跟一个AP建立通讯 假如你从AP1走到AP2 会先把你从AP1踢下线 再与AP2建立通讯 虽然自动切换也流畅 但总会有一丢丢卡顿 而WiFi7可以同时支持多个AP节点的信号输入 就好像小学数学体一边放水一边蓄水的用词 你在不同房间走动时 你能保证连续不会断的信号 做到真正的无缝切换 最后 上面决定解答几个差有可能关心的问题 要等WiFi7出来再换路由器吗 没必要等 WiFi7技术标准是有了 但是还得有支持WiFi7的服务端和终端产品 我们真正能体验到WiFi7 指不定2024年去了 而且新技术的首批用户 可能价格贵 提案还差 二 那用上WiFi7后还会卡顿吗 该卡了还是卡 WiFi7就好比你有一个大钱袋 可以帮你装更多钱 但是你口袋就两个钢被 前代再大也没用 其实现阶段的网速 最大的问题不是速度 而是稳定性 这个问题只能问问三大运营商了 三 我不开模网盘会言 用WiFi7路由器能提前下载速度吗 问题问得很好 下次别问了 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还请为我点赞 最后拜托拜托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